大家好 今早見到Elaine 我問一聲 新年結束了嗎? 今天是初九 謝謝她告訴我 原來是初九 我都沒有數 雖然上星期已經是新年 既然來到這裡 也恭祝大家新年快樂 Happy New Year 剛才我聽了焦牧師的分享 大家知道這個地方需要騰空 下星期有些外展 其實我由Peninsular Campus 大家都在同一步 我現在分堂在圖書館 Pastor Justin很喜歡 他有些書卷味 他很喜歡來到我們 分堂在Library 所以大家都是同一步 我們這個地方都是淺窄的 不過我們的Notre Dame University 比較大 我們的Dining Hall 就可以坐得多些人 我相信上帝有安排 因為當時我以前去Palo Alto 都沒有這樣的地方 現在都有了 我相信上帝會有預備 只要我們同心祈禱 相信上帝必要有 必會有祂的恩典 祂的慈愛到我們當中 今天我們繼續的 我們的希伯萊書 的廣道系列 希伯萊書是一卷比較難的書 當年我在神學院 讀到天分地暗 就和Chloe一起讀 就是剛才那位 剛剛請她回來做區目的 真是讀到伊亞松江 所以我明白 當中大家未必有一個透徹的了解 因為希伯萊書當中 引用了很多的舊約 我知道Pasar Gideon 和你們來到當中的廣道 也有說過為什麼作者 會引用這麼多舊約 我不重複了 所以裡面有很深厚的神學觀念 我就盡量簡化它 因為我在Penisola 講的第一篇 就是第一章 第一章已經引用了七段的舊約經文 我知道聽完之後 每個人都在伊亞松江講的 盡量簡化它 大家容許我 有時候我進入深的小小的經文 大家容許我 希望我可以慢慢解讀給大家聽 好 請打開你的聖經 如果有聖經的話 請打開你的聖經 不然就打在PowerPoint 我很鼓勵大家打開聖經 因為通常 不是通常 我很多時候 我講到都是常聞下理 如果你能夠看到常聞下理 你就能夠明白我在說什麼 好 請看你的聖經 希伯羅書的第二章 第十至到第十八節 請聽我讀出 原來那位萬物所屬為萬物所本的 要領許多的兒子進榮耀女去 使救他們的元帥 因受苦難得以完全 本事合而的 因那使人成性和得以和 那些得以成性的 到時出於一 所以 他稱他們為弟兄也不以為此 第十二節 說我要將你的名傳與我的弟兄 在會中我要重揚你 又說我要依賴他 又說 看啊我與神所及的我的兒女 第十四節 兒女既同有血肉之體 他日照樣親自成了血肉之體 特要直著死 敗壞那掌死權的就是魔鬼 並要釋放那些一生因怕死 而為勞木的人 他並不救拔天使 賴是救拔阿伯拉罕的後裔 第十七節 所以他凡事該與他的弟兄相同 為要在神的事上成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 為百姓的罪獻上挽回祭 他自己既然被試探而受苦 就能答救被試探的人 聖經讀到這裡 大家請低頭一套 我們一起有一個禱告 天上帝我們感謝你 感謝你賜下聖經 讓我們能夠明白上帝你的心意 求上帝今天的早上開我們的眼睛 讓我們能夠明白 也都讓主你親事 和我們每一個人說話 讓你的話寸流在我們的深陷裡 奉主耶穌基督得聖命之祈求 Amen 好 我記得我幾年前 就帶你一個查經小組 查雅各書 大家知道雅各書的作者是誰嗎? 當然是雅各 很淺的問題 雅各是誰呢? 雅各未必有些人知道 我相信很多知心的信徒都知道 雅各就是耶穌在世肉身的親弟弟 當然他們有同一個肉身的母親就是瑪利亞 但他們不是同一個肉身的父親 為甚麼呢? 因為耶穌基督是聖靈感人所生的 但是我想問問大家 你有沒有想像過 你的哥哥 我不知道在座有多少人有哥哥 你的哥哥是母罪的 是同女所生 是神的 或者我問大家 有哪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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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有哥哥的? 有哪一位 天方夜談 為甚麼呢? 老實說 很難相信自己的大哥是上帝 為甚麼呢? 特別當你的大哥穿短褲對著你的時候 你看到他怎麼會覺得他是上帝呢? 但是雅各他相信 他相信耶穌基督是神 為甚麼呢? 因為他親以所聞 親眼所見 他必然是見到耶穌基督 在世上那種榮美 那種榮耀 所以他相信 而耶穌基督不單是人 他亦是神 在神學稱耶穌基督有神人而成 他完全是負裂分的 完全的人 亦是完全的神 如果你記得 一直聽希伯來書 我們都應該說了一章 和第二章 可能跳了第三章都有 如果你記得的話 在第一章裡面 就說了耶穌基督的神聖 例如第一章說 耶穌基督現在坐在上帝的右邊 有國權、有尊貴、有榮耀的光輝 還有天使很順福的敬拜祂 這個就是第一章 希伯樂書的第二章 接著說完他的神聖 第一章說神聖 就說他的人聖 我們見到這位永恆的主神的兒子 在時候滿足的時候 他就進入了人類的歷史 他取了人的樣式 跟我們一樣 除了罪之外 他跟我們一樣 他有人的一切的軟弱 亦都有人的一切的掙扎 他會疲倦 他會餓 他會口渴 特別大家有沒有想過 他要去洗手間 你有沒有想過 我記得上一年 梁婷筆請了一個牧師來講到 他說的不是我 還是不要說的 待會我會被人罵 但我就這樣說就算了 他就說 當時來說有很多的回教徒 他就不相信耶穌基督 他說為什麼你那個神會去洗手間 我那個神不用去洗手間 很難令人相信 所以我們今天了解到 耶穌基督他願意 他降世為人 他願意跟我們一樣 有這樣的軟弱 有這樣的掙扎 以致祂能夠看出我們的軟弱 以及我們的掙扎 而事實上耶穌基督道成肉身 在《陽王福音》中說 住在我們中間 而透過祂的受死、受苦 祂能夠在神的面前代表我們 釋放我們 亦都能夠拯救我們 這就是我們今天 或是今天早上的重點關注的思想 所以首先第一點我想跟大家分享就是 基督,我們的耶穌基督 藉著受苦受死 成為我們救恩的元帥 你剛才在我讀出的時候 你會記得在第10節 那裡說了說 耶穌基督是我們救恩的元帥 而現中的翻譯就是 拯救的先鋒 那你可能問是拯救的先鋒 還是元帥 那你要看一看元帥 元帥其實是希臘文 因為聖經是新約希臘文寫的 就是Archegos 那什麼叫做Archegos呢? Archegos的意思呢? 其實有帶頭領路的意思 如果英文就叫Trailblazer 我幫你翻譯一下 還有Pioneer的意思 而主耶穌基督作為我們救恩的元帥 祂帶我們 祂領我們走路 祂帶頭 祂先走過 因為祂先走過這條路 以至祂很清楚 告訴我們 不只告訴我們 是Demonstrate給我們看 就說這條路上 將會遭遇的境況 然後幫我們做好準備 以至到我們能夠坦然無懼的 只要跟著祂的腳蹤所行 我們就能夠達到應該要到的地方 我記得在去年的聖誕 我記得在去年 九曲十三彎 這裡上 這裡走左 這裡走右 我正在籌取 煩惱 我正好沒有叫我神學院的同學 然後他帶路 要不然我怎麼知道怎麼走 突然見到葉牧師出現 葉牧師說 不用射 你跟我行了 他說我為什麼不熟 你來過這裡幾次 他說不是 他說剛才你故意遲到 其實我不是故意遲到 他說你等我搬東西 他說你都什麼 他說我來回搬打火鍋 搬了幾十次 他說我熟過現在住在那裡的人 他說你跟著我便行了 我就很安心跟著他 果然厲害 葉牧師看他做副院長 轉左轉右 然後走上 還要下去 然後又要上 如果他不帶我 我真的不懂 所以葉牧師就是當時 是我的阿希哥斯 是為我帶頭引路 以至我安心跟著他 所以如果你看到 約翰福音的十四章二至三節 這個就是阿希哥斯的精髓 耶穌說 在我父的家裡有許多個住處 若是沒有 我就早已告訴你們 我去完事為你們預備地方去 我若去為你們預備了地方 就必再來接你們到我那裡去 我在那裡 叫你們也在那裡 即是說 這個阿希哥斯 即是說 耶穌基督為我們預備好 為我們帶路 以至可以帶領我們進入一個 新的永恆的家 一個永恆的救恩 所以為何和合本就翻譯說 救他們的元帥 所以其實翻譯為救恩的元帥 是比較貼切也比較易明的 而根據第十至十六節 耶穌基督既然是我們救恩的元帥 根據這十至十六節 就告訴我們 耶穌基督作為救恩的元帥 給了我們三方面的拯救 哪三方面的拯救呢 第一 在第九節裡說 耶穌基督為人人償了死味 即是這裡比較難明 英文就容易 NIV就說 have a taste death of everyone 所以 因為祂為人人償了死味 就能夠引領許多的兒子 以盡榮耀女去 那當然 你會問 許多的兒子是誰 盡榮耀女 有什麼意思呢 在羅馬書呢 就給了一些答案我們 或者給了一些啟示我們 基是兒女 便是後至 就是神的後至 和基督同作後至 如果我們和他一同受苦 也必和他一同得榮耀 所以 因為耶穌基督為我們受苦受死 以至到我們能夠成為了 上帝的兒女 得到兒子的名分 所以我們就進榮耀女去 就是進入了一個新天新地 而為了證明 耶穌基督是我們的弟兄姊妹 可以相稱 希伯來書的作者 應該是引用了三段的希伯來的經文 來證明耶穌基督是我們的弟兄姊妹 是我們的弟兄姊妹 他真的是我們的弟兄姊妹 所以我們在書的第八章的第十七節 至到第十八節 這個比較長一點 所以今天我就暫且不講 但大家都明白了 為何作者要引用舊約呢 如果記得的話 上次李牧師 為何作者要引用舊約 因為舊約 對於當時的猶太人 舊約裏面所說的 是等同上帝的話語 事實也是 所以為何要引用舊約 就是證明新約 就是告訴當時的猶太人 上帝真的這麼說 所以簡單來說 就是舊約 就是預表基督 預表新約 新約就是證明舊約 如果你想知道更多 就問有帕斯基典 我就是講到這裡這麼多 第二 作為主 耶穌基督作為救恩的元帥 耶穌基督直著受死受苦 帶給我們承 對不起 帶給我們承聖 所以第十一節就說 因那使人承聖的 和那使得以承聖的 都時出於一 所以他稱他們為弟兄 也不以為此 而同樣地 在希伯來書的第十章和第十節 再一次講的話 靠著耶穌基督 只一次獻上他的身體 就得以承聖 可能你聽到這裡 或者看到這裡就說 我們作為信徒 基督徒 是不是我們已經誠聖呢 NIV說 我們已經make holy 我們是聖結的 就是所有這裡 只要你都知道 我們就是holy 我們就是聖結的 是不是呢 是啊 就是這個意思 但是可能你說 等一會 不是啊 我昨晚才上網 看到一些不太好的東西 我昨晚才想到一些不太好的東西 有些惡念 我不是聖結的 我不是holy的 那這段經文 為什麼呢 這段經文的意思 其實就不是說你有行為 不是說你和我 是行為上 或者道德上的聖結 是地位上的聖結 因為在上帝面前 上帝給了你一個身份 給了一個地位 你已經是神的兒女了 所以在地位上 你是聖結的 那你聽到這裡說 那什麼 說什麼 什麼是地位上的聖結呢 我給大家一個例子 希望大家能夠明白 這個例子我也是 聽到一位牧者說 我覺得很好 所以我借來用 最少我忘記了是誰 不然我給他回憶 那什麼是地位上的聖結呢 譬如 有一個皇帝 他微奉出巡 不是找李鳳姐 他微奉出巡 於是他在街上看到一個黑蓋 很年輕的 可能是年輕人 那他跟他聊天之後 他就動了慈心 於是他就覺得 這個年輕人很淒涼 但也是有可造之才的 於是就認了他為義子 義子就是契仔 認了他是契仔 然後帶他回皇宮 給了一個皇子的身份 他在地位上 那些大臣就要叫他殿下 叫他皇子 但是他到吃飯的時候 可能他還是動起直覺吃飯 不懂用筷子 不懂用刀叉 還是用手拿飯吃的 這些流雜 所以他的一生 就要學習宮廷的禮儀 同樣地我們基督徒也一樣 我們在地位上 好像這位修養回來的義子一樣 我們在地位上是聖結 有了兒女的身份 但是我們成聖的過程 我們的saintification 一直越來越像基督的時候 是我們一生學習的功課 所以地位上我們是聖結 在行為上 道德上 我們仍需努力 套用一句 革命尚未成功 我們仍需努力 這個就是為何11節 就是說 所以耶穌他 稱他們 即是稱他們 為弟兄也不以為此 就是這個意思 因為在上帝的眼中 你和我 都是上帝的兒女 而且我們藉著耶穌基督 得到兒子的名分 我們都是弟兄姊妹 我們有同一個父親 我們同一個家 所以為何在教會中 我們稱為為主內的弟兄姊妹 我們都是基督的身子 並且各自作之體 我們要彼此承擔彼此的重担 而比書很清楚告訴我們 各人不要單顧自己的事 也要顧別人的事 因為我們在主內 是一家人 這本書 不知道大家聽過沒有 叫做 Where is God when it hurts? 中文我譯做 就是當你痛苦的時候 神在那裡 我覺得這一句問題 Where is God when it hurts? 當你痛苦的時候 神在那裡 我覺得教會 是有責任去回答這個問題 因為教會是神 對受苦難的弟兄姊妹 作最前線的回應 其實應該問 Where is church when it hurts? 當你痛苦的時候 教會在那裡 或者正確地說 Where are you? Where are you? When your brothers and sisters hurt? 當你受痛苦的時候 當你的弟兄姊妹受痛苦的時候 你在哪裡? 你在哪裡? 我覺得這句話 可能應該很值得 我們很好的咀嚼 亦都能讓我們很好的反思 當你的弟兄姊妹受傷的時候 在受痛苦的時候 你在哪裡? 你在那裡? 第三 作為救恩的元帥 耶穌基督藉著死 受苦受死 敗壞了掌死權的魔鬼 並且釋放那些 一生都怕死 而為勞捕的人 如果你看到你的經文敗壞 如果你的NIV 就譯作Destroy 大家都知道 沒有Destroy 因為你和我都會死 錯愛新年 不好意思 希望大家百無禁忌 基督徒 但是 有否Destroy到這個死權呢? 所以這句話 這句真正的意思 不是Destroy 敗壞的原文是廢除了 如果真正再解得好些 就是令到他無能為力 英文叫做Render Powerlessly 沒有了那種能力 因為在十字架上 耶穌基督藉著他的死 被廢除了在我們身上掌死權的魔鬼 所以我們今天不需要再害怕死亡 因為死亡是進入永恆的生命 我們只不過在耶穌基督裡面睡了 而最終會醒來和耶穌基督相遇 我記得應該是一年前還是兩年前 我們Penisional Campus 有位子門 他疑似患有癌症 於是他就要做Biopsy 他就和我分享 當然我們大家熟悉的都為他擔心 不知道結果會是怎樣 Biopsy會是怎樣 那天我想說神推鬼拱 不是神推我 神推我 沒有鬼 我就坐在隔壁 其實我不應該坐在隔壁 我應該有事做 但我坐在隔壁 於是我的感動 我問他 我就說 你害怕嗎 他又出自肺虎 很快地回答我 第一次反應 不怕 他經常告訴我 他覺得那個不是他 他應該不會這樣回答 我也經常告訴他 那個不是我 我應該不會這樣問你 所以 為何他不怕呢 我後來跟他談的時候 因為他跟上帝有個很密切的關係 而他很明白 死亡不是人生的終結 所以今天早上 我也希望這個見證和大家說 不用怕 不用害怕 可能有不捨得 但是不用怕 因為你會進行一個永恆的生命 這個就是做基督徒 做做信徒的應許 那個盼望 那個福氣 除了作為救恩的元帥 耶穌基督也是我們的大祭司 這個就是我的第二點 就是耶穌基督直著死 成為我們慈悲忠信的大祭司 首先祭司是代表白性的 而你會見到在這段經文裡面 作者是如何形容這個大祭司 耶穌基督的特性呢 作者是以慈悲和忠信 這兩個字 你都是給我們這位大祭司的 那慈悲 大家應該大概知道了 就是對人的體恤 忠信就是對神的尊重 其實簡單來說就是 又要體恤人 又要跟上帝盡責 其實這個不容易 這個不容易 我舉個例子 你就會明白 為什麼不容易 我們Panisional Campus 這裡有六個 糟了我整天說Panisional Campus 我們那邊沒有六個 不要緊 他們都知道了 我都提醒他們 Panisional Campus 很多時候都遲到 很多時候都遲來 我有時候都不太高興 我說為什麼你來 我心裡有這麼高興 我說你來到健身 為什麼你會遲到呢 一個星期一次 你去搭飛機上班 你會不會遲到 當然不會 因為被人解僱 我便想說對 沒有後果的 遲到怎麼辦 我提點了幾次 我就想過 可不可以關門呢 反正我來到Noledema 就關門了 後來 直到我發覺 看到一些 我突然記起一段往事 因為我大家知道 你又回來教會 來了我們Noledema Campus去San Francisco 我記起一段往事 我以往去San Bruno 一間教會 跟他一起去 我和大家也預備好了 當時他有個Neece 我帶了他去Neece 誰知道他突然 賴屎 所以我們大家就遲到了 By the way 我懂得換鳥片 不然你現在沒有找我了 我不做了 Anyway 我才能夠體諒到 原來有很多父母 有很多Parents 他們不是想遲到 是突然間有這樣的意外 那你就要處理 就會遲到 所以我就開始明白到 原來要體諒人 要站在 底子的處境 才能夠體諒到 而耶穌基督 因為他曾經降世為人 他曾經經歷過試探 所以他對所有的情況 尿如指掌 他能夠了解 他能夠同情 他能夠憐憫我們的需要 他也知道我們的需要 我們每一個人的需要 難怪在第十八節裡說 他自己既然被試探而受苦 就能搭救被試探的人 為什麼呢? 因為主耶穌基督 不是高高在上的那位上帝 他不是那位在上面 無視人間的疾苦 因為他曾經經歷過 以至到當我想起這段經文的時候 他自己既然被試探而受苦 就能搭救被試探的人 令我想起一個典故 不知道大家認不認識 就叫做何不食肉味 大家知道聽過這個典故嗎? 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西晋有第二代的皇帝 叫做晋惠帝 就是司馬聰 他在位的時候很年輕 有一年在他在位的時候發生了飢荒 那些百姓就要吃薯皮 要吃薯根 晋惠帝就問身邊的官員說 百姓沒東西吃 何不食肉味呢? 什麼叫肉味呢?可能大家不知道 肉味就是把肉煮成了很爛的肉粥 或者肉羹之類的食物 何不食肉味是反映了一些畏高權重 完全都不明白民間的疾苦 而事實上當時全國饑荒 何來粥何來肉呢? 所以何不食肉味 反映了那些高高在上那些畏高權重那些 完全對民情沒有一個全面的認知 沒有親身經歷過對別人的處境 完全的忽視 一無所知 而最重要的就是 他們缺乏了一個感情的投入 They don't care 沒有一個感情的投入 而類似的事也發生在西方社會 一個法國的公主有飢荒 她知道農民沒有麵包的時候 她說 為什麼不吃蛋糕呢? 她就真的被人罵吃蛋糕了 為什麼不吃蛋糕呢? 我經常在那裡想 從何不食肉味 和法國的公主的真實故事 我記得我以往在教會時奉 經常聽到弟兄姊妹 罵傳道人 真是指責傳道人 說她活在天上 都不知道民間的疾苦 那你可以問一下什麼意思 因為往往傳道人的服侍和輔導 都是用聖經的知識 來說給弟兄姊妹聽 其實是對的 當然是用聖經知識 我很認為是 但是被人罵 被人指責 說他們說的話不接地氣 都不接地氣 令到一些正在受苦的人 沒辦法接受 其實我當時聽這些說話 當然不是指責我 我講以往 當時我沒有明白這些說話 我不能夠體會到意義 我在想 我告訴你聖經是這樣說的 你現在看不到 你哪句經文都不知道 我告訴你 教你 我不能夠很體會到這個意思 直到我自己在生命裡 在裡面經歷了很多挑戰 很多困苦 很多難處 我才能夠明白 單憑聖經的知識 是沒有辦法安慰到大兄姊妹的 而是需要經歷過苦難 而得性的見證 才能夠幫助到大兄姊妹 我們需要一位了解民間疾苦的上帝 了解被試探所受的苦的上帝 因為由於主耶穌基督曾經降世為人 曾經經歷過 祂和你同道人間的患難 以至祂能夠幫助到我們聖過試探 所以我們無論遇到什麼困苦 什麼的憂愁 什麼的試煉 耶穌基督能夠給我們幫助 因為祂曾經經歷過 可能你會說 不是吧 耶穌基督什麼都經歷過 我的配偶離開了我 耶穌基督拍拖也沒有拍拖 他又沒有配偶 他怎麼明白我 戀也沒有戀過 但是我們的耶穌基督卻是曾經被自己所教出來的門 出賣被離棄 被同胞拒絕 他面對過這些經歷和感受 所以祂能夠幫助我們 而最重要的是耶穌基督有能力幫助我們 因為祂戰勝過這些試探 祂有能力幫助我們跨過一個關卡 以至於為什麼 在《歌文多》的後書十二章九節裡說得很清楚 我的恩典夠利用 因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軟弱上顯得完全 當我們看這篇經文的時候 可能我們每次的專注力的focus 都看到恩典 其實這句說話說 上帝的恩典就是能力了 我相信很多人都忽視了 或者看漏了 上帝不僅有恩典 還有能力 所以弟兄姊妹 我鼓勵大家 善用你的恩典 不要錯失神給你的恩典 神給你的能力 所以最後我想要有一個故事 作為今天講到的結束 這是什麼故事呢? 有一天 有一個故事是這麼說的 耶穌釘完十字架之後升天 耶穌升天之後 有一次他微服出巡回到人間那裡 在大街裡見到一個人 難聚如泥 躺在一邊 於是他就問這個人 我問朋友 為何你讓你的生命 糟蹋在酒精當中呢? 這個人就這樣回答他 他說 我本來是一個坦子 我過去在不是大池那裡 就有人接應我 有人施捨我 有人給我錢 但幾年前 有一個叫做拿撒人的耶穌 他醫好我 但醫好了之後 我沒什麼好做 我收入又減少了 喝酒 然後耶穌繼續走 之後他遇到另一個人 這個人就在賭錢 這個人衰得剛剛借回來的錢 之後要借 剛剛就賭輸了 耶穌基督問他說 為何你自今墮落到這樣 在賭場裡去浪費你的生命呢? 這位賭媒賭輸的賭客就說 他說你有所不知 我本來已經死了 他是一個拿撒人的耶穌 他令我回生 我死而復生 我現在不知做什麼 我就賭錢 耶穌聽了之後 心中的難過也感慨 他說 我沒想過世人 竟然白白遭浪費了 我白白賜給他的恩典 當然這是一個導賭的故事 完全是後人導賭的故事 但是裡面當中的寓意 我相信給大家很大的反思 很有無限的散思 我相信 其實耶穌基督在每個人的心中 在每個人的生命中 都給了很多的恩典 給了很多的機會 如果我們沒有很好的把握 上帝給了我們的恩典 我們的表現 往往和上帝的恩典 是不成正比的 當然很多人會說 我的前途環境不如人 但其實大家有沒有想過 中國人的前途圖字很有意思 大家知不知寫一個圖字 即是魚自邊 然後是一個餐艇 才是一個走的部首 即是魚 我是看你的前途 看你如何走你的人生 如何善用上帝的恩典 你都是走出你的仕途出來 當然你說 我不要像這個人 我不要像剛才的故事 我賭錢和喝酒 我絕對不做 但是很多時候 我們確實在恩典中墮落 你可能說 什麼意思是恩典中墮落 我舉個例子 可能是很多人的生命 的反思 譬如你單身的初頭 沒有工作 讀完書 然後你就求上帝給個恩典 賜一份工作給我 於是上帝很有恩典 給你一份工作 於是你埋頭苦幹工作 就在教會的侍奉 甚至去教會也少了 不是沒有去的 少了 然後你埋頭苦幹 然後你會覺得 已經差不多了 應該有個老婆 或者有個配偶 於是你又求上帝的恩典給個配偶 於是上帝真的給個女朋友 給個配偶 結婚 誰知道麻煩了 這個女朋友 就取代了上帝的位置 於是你便開始少了教會 然後你說 我有事業 又有老婆 上帝你可不可以再給個恩典給我 給我有子女 那就行了 你一生就生了六個 不是說笑而已 我相信沒有這麼好福氣 兩兒兩女 那變成了你的子女 就成為了取代上帝的地位 那你又慢慢去少少少 現在直接不去了 你有沒有發覺很多時候 我們都在恩典裏讀 這個是不是你的寫照呢? 我不知道 希望今天的早上 讓你這個反思 究竟上帝的心裏 是不是居首為呢? 就算上帝給你再多的恩典 再大的神職 如果你沒有很善用上帝的恩典的時候 在你的人生裏 都是遭到初陀你的歲月 都會很快將這些恩典化為富有 或者我今天早上最後問一下大家 或者 猜一下 大家想像一下 如果耶穌基督在街上 或者你剛剛出到客户 耶穌基督突然間 你遇到耶穌基督 你以為耶穌基督見到你的時候 他是感慨多 啊 一說耶穌基督見到你很恩惠 希望大家好好的反思 耶穌基督是我們救恩的元典 是我們慈悲忠信的大祭司 如果你今年的早上 好像剛才節目師說 你還未知道或者明白這個救恩的話 你就錯失了上帝很多的恩典 我鼓勵你接受這個救恩 鼓勵你去明白 究竟耶穌基督在十字架上 所謂我們做了的什麼的恩典 以致讓上帝 我們的主耶穌基督 成為你的救恩的元帥 亦都成為你一個慈悲忠信的大祭司 讓主耶穌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恩典 成為你跟我信心的對象 最後我想以希伯來書第二章的九節 作為今天講到的結束 唯獨見耶穌暫時比天使少 因為受死的苦 就得了尊貴榮耀為官免 叫他恩著神的恩 為人人尚了死未 我們一起低頭的託告 基本上我們感謝你在十字架上 所謂我們付出的 可能今天早上 當我們在座有些朋友未能明白 求神你開他們的心眼 讓我們能明白上帝 在我們的主耶穌基督 在十字架上為我們所做出的一切 亦都今年的早上 讓我們做一次的 不要浪費上帝給我們的救恩 上帝是我們救恩的元帥 是我們的慈悲忠信的大祭司 讓我們今天在上帝的面前立志 讓我們善用每個恩典 回應上帝給我們這麼好的福分 讓我們能夠盡心盡盡盡益 盡力去愛我們的主 愛我們的神 亦都是福視我們的弟兄姊妹 亦都福視這個社區 奉主耶穌基督得生命之祈求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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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comun心前 在養傳 不會